來自新北中和高中 現年十六歲的游泳女將陳思琦 父親陳一仲 過去也是國內游泳名將 繼承父親衣博的他 在十三歲時就寫下了 女子五十公式養師的全國紀錄 讓父親感到相當光榮 我的小孩思琦 能在學長國小階段 國二國中階段 到中和高中 能繼續訓練 然後也算是承接我的衣博 那他在這一個部分 也有好的表現 那這個部分我自己 是他的父親也是他的教練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很棒的光榮這樣子 年紀輕輕就身為全國紀錄保持人 沒想到陳思琦之後的成績 卻遲遲無法再向上提升 雖然依舊在全中運 以及全運會締造佳績 但總是沒辦法突破自我的壓力 甚至還一度影響到他的生活 就是整個生活有被 因為這件事所影響到 但是自己之後也有找一些老師 然後學長姐聊聊天 然後慢慢就是有 往用別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也是想說 可能就是還沒有 訓練上跟所有事情上 都還沒有達到那個 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的 就是還沒有到達那個時間點 然後就是一樣是要繼續去努力啊 就是不能就這樣放棄掉 不被壓力所擊垮 陳思琦選擇持續苦練 相信總有一天會有所收穫 目前就讀高二的他也已下定決心 未來仍會持續在游泳的道路上 努力前進 我覺得應該是還沒有達到 就是我所期望的那個位置吧 就是感覺好像如果現在像他們一樣 在大學的期間停掉 那我的 我所有游泳的目標跟成就就停在那 那我覺得如果就停在那 我可能 那不是我要的 每一次踢腿 每一次滑水 陳思琦努力練習的目標 不外乎是能在奧運舞台上 跟世界各國好手一較高下 在近期台灣泳壇接連有選手 達到奧運A標的情況下 陳思琦也對自己更加有信心 相信自己一定能在近期有手突破 僅要打破自己的最佳成績 更要尤盡2020年東京奧運 外圈新聞採訪報導